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不是那么和平的问题 反恐问题 国际问题 地区冲突问题 我看都是他的研究范围 他说不要努力没有什么搞不砸 没错 送给我们一句名言 但是我最近注意到你对泰国问题都有研究 没有 我觉得我对所有搞砸了的问题都比较有兴趣 这是天朴专家 做好事是需要努力的 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说把事情做坏 需要多方做更大的努力才能到 这就是泰国 泰国这事叫街头闹事 但是我一直想往泰国 我老想去 到现在也没去过 秀元 你当年弄重大综艺 重大综艺 够重大 你把他搞砸 对 反正你对泰国跑了个遍 对 我经常跑 而且我老实说 郑大综艺 就算他不去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打他一个度假中心 因为现在的曼谷发展得非常的好 他不管是自己品牌的设计 都市 完全国际化 可是你看最近红山军闹得好可惜 观光完全下来 对一个整个国家形象经济的发展 你知道就说 多少年努力都没了 泰国听人说风景那么美丽 而且我主要的说 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爱闹事 他就文道跟我说 说你去泰国旅游 他说你也不一定飞去苏美岛 他说我跟你说你就去曼谷 我说曼谷有什么好 他说风土人情的美 每个人见到你都很和善 很温和 他这个美 可是我一看 我说现在泰国怎么变这样 你就说这个损失 说是上一次闹事 这个机场关闭两周 34亿美元的损失 现在又什么黄山军在前 蓝山军又来了 蓝山军又来了 其实的支持者 而且能闹到什么总理跳墙 然后你说 把总理的司机打得满脸花 这个事情都 没错啊 所以就说这个对比 我们有个导演恶搞了一段 咱就可以看看 这个还会让人感慨 最近呢是搞的这个 说是东盟系列峰会 对 就这么重要的国际会 说是像温总理啊 什么这个各官 都卡在范围 领导人都到了 而且就到最后一刻 都认为这个会是不是还可以开 最后终于没法开 我看泰国媒体啊 一般都觉得丢人啊 说不管你是红的蓝的黄的 对吧 这是咱们泰国全体的失败 对 这个事情的确是 我觉得其实对国家形象影响很大之外 而且其实他们一直努力 就是希望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 就这么这样三港五港 但是我觉得其实当初的红山军 他是用一个 他希望用民主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就像我们台北以前的红山军这样 你也是红山军吗 我有 大家叫我小心点 但是我觉得那个情绪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失控 如果秀原谈到一点 就是说民主的这个表达方式 我觉得这里面 我有一点意义啊 就是街头的这个直接诉求啊 现在一般都被解读为直接民主 但这是一个误读 因为直接民主指的不是 大家去上街 去直接喊口号 去砸汽车 打警察 甚至打总理 直接民主的意思是 我们所有的人就一个话题 我们共同投票 一人一票 不经过任何代议程序 全民公投 对 在希腊时代没有全民公投这个概念 但希腊的这个所有公民是都去投票的 那么我们投出什么结果 就是什么结果 没有代议这种方式 不需要选举我们自己的议员 去替我们做决定 但这只是在少数 就人口很少的情况下 在技术上你能办得到 比如说雅典人用贝壳放逐了苏格拉底 那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贝壳就是那个时候 贝销放逐法 对就是投票 这是直接民主 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去上街的人 不管你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有多少 他们永远都是这个社会的少数 因为多数的人在任何情况下 他们是会选择留在家里的 就是积极行动和消极行动 积极表达与消极表达之间的区别 积极表达的人少 但是能量很大 看得很清楚 红山蓝山黄山 在台湾呢 就是红的黄的绿的 蓝的 你就让我想起 他们前一阵两会说的 就是关于这个网络民意 说也是一种有限民意 因为你要按照一人一票算的话 经常喜欢主动在网络上 发表意见的人 他是一部分人 对 那大多数他可能 你没问我 我也不说 特别是网络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个人可以有 N许多个网络的逆称 和这个 没错 你可以有逼人摆票 对 你是不可能知道 究竟这个是不是我投的票的 对啊 所以这个让我想起来 前一段时间 陈云林陈会长访问 台湾的时候 不是有一堆人 去包围了他的饭店 让他真的整个晚上都出不来 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后来第二天 是我跟陈会长 刚好搭同一班飞机回来 是吗 对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台湾人 但是我知道 大部分的台湾人是理性的 然后其实真的 那个时候在媒体 因为锁定了那几个 而且那个状况 会有一个叫人来风 对 它会影响你的情绪 其实我原来 只是想一个简单的诉求 或者是我想递一个纸条给你 我想有一点意思 我直接要告诉你 对 会长我可能有些事情 但是因为他被煽动 有一群其实是有目的的人 他在做某件事情的操纵 而大部分上街的人 其实他可能没有 那么强的意识 所以我们经常在看到 这个集会游行的时候 我们现在为什么 没有一个集会游行法 就是今天我有事情 我要上街头 可是我要先取得这个场地 还有多少人数 因为我不要妨碍他人 如果我的自由影响了别人 这也不是民主 而且他吸引眼球 他有一种放大议题的效果 你看 比如说这个国家原本有十个问题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 你上了街了 打起来了 流了血了 大家往过间觉得 最近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泰国 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所以他有很多的事情是经过 比如说像是祈求 他有一个念力 或他不希望你达成某样 或者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积极的时候 他会在佛像上贴金 这样子 比如说有些人就说 我要去围你 对不对 那我就先 像台湾了 台湾 对 他比如说像是 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能对不起 我端个佛像给你看 你怎么样 你打 对不对 你就是老天有眼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们也知道这么一个 就是说第一印象都不太可靠 大多数没有去过泰国的人 或者从电视上看到泰国形象的人 都认为泰国双手合十 像咪咪的 说话也很慢 对 可能这是一个事实 但肯定还有另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也要知道 泰国除了是个佛教国家以外 也是一个出泰拳的国家 泰拳是所有的竞技 当中最残忍 格斗当中是最残忍 凶猛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两面性的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 我们从我们不要说人民族性的问题 我们就说群体行为 那么任何群体聚集起来之后 群体人格不等于个体人格 就一百个绵羊聚集起来的行为 不见得是一个绵羊的行为 那可能是很可怕的 所以红山军这些绵羊凶起来还是出现 说起来也有意思 泰国也红山军 台湾也是红山军 但我们没有串联啊 我们也没有事先沟通 我们先用我们要注册版权 这个讲起来 颜色很有趣 颜色对颜色很有趣 怎么现在都拿颜色来作为这个阵营标志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是最直接的识别手段 分清敌我 过去听说有一个叫颜色革命的 实际上这是有相关的两件事情 就是说颜色革命 主要是美国在外高加索地区 和在中亚国家 包括在乌克兰和这些俄罗斯的邻居 去发动这种不流血的 颠覆亲俄政权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政变 这种政变的一个特征 就是利用这种接头诉求的方式 不管你选取的结果怎么样 我就是不承认 然后我就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经过这个媒体的信号放大以后 就变成了多数人诉求 然后最后迫使你 加上这个西方语言的这个介入 迫使你最后重新计票 那么让原来这个亲俄的政权下台走人 这个最明显 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的革命叫橙色革命 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国旗是两个颜色的 橙色和蓝色 橙色代表的是西乌克兰 就以利沃夫为中心的这些 跟欧洲历史上更近的这部分人 而蓝色代表的是东乌克兰 就是以基辅为中心的 跟俄罗斯关系更近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 这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 那么橙色现在赢了 有钱科现在在台上 泰国的红山军为什么选红色 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泰国颜色可选 因为黄色是国王用的 黄山军的反他信集团 他们用的衣服是黄色的 他先选了这个颜色 那么再给又一个又要鲜明 又要有佛教特色 又要符合泰国人的这个审美形象 那么你胜的颜色并不多 所以你看还是咱们国家 好统一就一个啥 说一个红色 这光辉这还在红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起来啊 这个霍乱之源呢 最近我老反思 可能是我们电视台 对 没什么事啊 世界上也没有电视台 他一小做人 一小伙人 拿什么颜色 谁看得见呢 对吧 这个影像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个靠这个媒体啊 它实际也能够左右这种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你知道像我自己做电视节目 我就觉得我其实蛮委屈的 你知道因为我们主要是 它是我的一个职业 那我认为女孩子鲜艳漂亮 是做这个电视职业 就是色香味俱全嘛 都要有嘛 所以鲜艳漂亮的颜色 都是我选择的颜色 但是我有一天站上去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 你不能穿蓝色的哦 我就哦 不能穿蓝色 我们这儿就不能穿蓝了 对对对 你们这儿有规定 因为key版 但是就是我上去以后 我才说哦 原来是我不过是来颁个奖 我其实是赚 我完全跟政治无关的一起 但是他告诉我 你不能穿蓝的 那我又换了一个场合 他说千叮万组 你不要带绿色的礼服哦 对不对 然后到了某一个场合 你尽量少穿什么颜色哦 你只能穿红的 或什么这样 那我就 其实我们可以选的颜色 真的很少了 对对的 但是其实颜色无辜啊 从古代开始 颜色就被人类赋予了 很多的政治内涵 这是中国我们习惯的时候 我们说是黄色 这是皇家的颜色 呃 象征了富贵 其实在西方不是这样的 呃 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家颜色 是紫色 嗯 实际上有一种说法 就为什么呢 因为紫色最难染 哦 有这个道理 对 而这个 这个是可以呃 印证的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也这样 就是中国的明清两朝 呃明朝 我们的官员 最高品级的是紫色和红色 嗯 所以多尔滚入南京的时候 说这个南明的这些官员没鼓起 就说下大雨的时候 跪了四百多个官员 紫袍子 红袍子 染的大街都红了 哦 这个颜色最难染 那么最难染的颜色自然就是达官显贵用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从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工业替我们把颜色分了三六九等 但是泰国跟我们的关系 然后他们的这个王跟我们的为以前的皇上也都是明黄色 都是明黄色 对不对 整个东亚地区 这回人家我看就有这个评论就聊这个泰国民主呢 嗯 说这种民主啊 它是一种什么呢 就事实上这些年你看起来 它变成了一种啊 呃 很多权力还是属于国王的 嗯 国王指挥军队 对吧 国王指挥军队 嗯 那么你这个议会呢 一旦弄不好 这边一街头一闹一革命 动不动 有时候军队一一镇压 然后这个就是议会就解散 对 然后重选 就变成好像这么一种 其实跟日本的皇室也有点像 对不对 它其实是有一个牵动 隐形的力量 我不直接干政 但是我有影响力 现在泰王的问题就是泰王临时已高 嗯 那么这么一个对国家的运行 有了重要的这个缓冲阀作用 调节人的作用 那么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将来怎么办 其他的泰国的王室成员 有没有今天的泰王国 这个国王这么高的声望 那么如果这一层缓冲阀 将来不发生作用了 泰国的这个 我们知道 这并不是泰国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 是吗 因为他姓集团 红山军的他姓本人有750亿泰铢 这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穷人的代表 他是一个泰国最富有的人 行列里面的这么一位 他们叫权力精英 对 这是一个上层的权力精英 各自动员了自己的一批草坑民众 那么他姓集团主要就是农民 而就是反他姓的 主要就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等等 这些就是说城里人和乡下人 但是像他们背后的金主 全都是最有钱的人 那么这样子 这种冲突跟一般的 说我们说经济上的矛盾 就是城乡的这个差异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不会结束的 但话说回来比较容易 你有一双死忠派 就是他把你当神 我就是信仰你 我不管你说什么 像陈黑扁 其实他有很多的时候 你摆在前面 他有这么多的罪证 可是有的人他就认为 你是你说的是真的 你是为了建立国家 你是为了要那个未来我们 所以你要收这么多钱 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说 你疯了吗 对不对 这么多的政绩在前面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洗脑 他不断地给你洗 这也是媒体的问题 你可以这样想 就说实际上我们说三个臭皮 这样顶个诸葛亮 这是大陆的一句俗语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骗一个人是很难的 骗一堆人是很容易的 因为集体无意识 会会 传染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崇拜的几个等级 等级 就第一等级 最初等级就是市场偶像崇拜 就是我们去市场 去看到有两个小贩在卖菜 那么有一个小贩前面 排队多的 你就会去排那个队 你不问原因的 你相信集体的智慧 从众 对 所以这就是托 为什么会起作用 没错 对吧 剧场偶像崇拜就不同了 剧场偶像崇拜就高一等级 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个 直接对我们市价影响的小贩 我们看到是一个剧场上 忽隐忽现的这么一个 像神明一样的人 他离我们距离很远 但不断地有人要求我们鼓掌 为他祝贺 那么这样的一个 他的影响力就等于 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集体催眠 你很难去摆脱 埃里希夫罗姆的观点 就是说自由是要承担责任的 是需要勇气的 需要智慧的 这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那么你把你的全部的决定 委托给一个集体去做 这个容易得多 但是恰恰是这种原因 使得集体的智慧 被严重的降低 因为变得很容易 特别是在这个电视媒体 就在我们看到 有电影的时代没有这样的 有报纸的时代 也没有这么容易煽动民众 恰恰是有了电视 真是电视不能小看 要不是我干这行呢 我跟你讲 我也看过有的文章讲了 就泰国这种民主 它就缺少一个前提 他们讲这前提 说叫权威 就是你要搞民主 你必须有全民的一个 共同尊奉的东西 共识 共识 共信 你比如说在美国 什么投票 大家相信宪政 宪法 相信这一套 相信投票 相信不会有人 像台湾那种 选票而作弊 你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你在搞民主 是这样的 成熟的这个宪政社会 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们看到 人民的诉求 哪怕是街头暴力 他有一个 他反对的是一件事 比如说93年西雅图的时候 他反对的是全球化 那么他并不反对 美国的制度 也不反对这个 所有的领导人 开展他们正常 他全球化这件事情 我不赞成 所以我就来捣乱 这是一个 针对一件事情的 但泰国的我们发现 这两年的 所有政治发展 它不是针对事 是针对人的 就是支持他现在 只要是 这个反他性政府的上台 这个政府 那就没有任何 可接触 可谈判的余地 就得下台 我觉得这甚至 是不是东方和西方的 一个不同 倒也不是 这对人不对事 其实我们看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没有人是对人不对 就是没有人是对事 不对人的 所有人都是对人 不对事的 这就是人性 对 就是人性 差别在于说 它有没有必要 在一个像我们说 我们说像美国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它没有必要 因为它有别的渠道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泰国这样的国家 它没有别的渠道 我唯一能打倒你的方式 就是直接上街 所以只能是对人 它不会是对事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这泰国老百姓交心 这家伙就一大笔 一大笔的这个钱 这就全在流失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真的走出来的人 其实他不见得是 真正的那么管事的老百姓 他不见得是有思考的 反而是容易煽动 平常不做什么事的 他是出来 精英反而不出来 他可以评断 我们一般来说 对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我们觉得 街头的暴民 或者说这个 就是说非理性的示威者 我们总有一种印象 就认为他们是一些 无业游民 可能行为也不 平时行为不太检点的 这些愿意诉诸暴力 其实不是 很多情况下 参与街头游行的人 他在街头上的这种暴力行为 和他在家里的行为 和他在邻里的 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说他的这个 集体下的他的一个行为 因为集体无责任 所以就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会有就中国古代像 鲁迅的小说里会写到说 大家的这个恶人 一人一口咬死 我想起 为什么说文革的时候 说一个班的同学 红卫兵 生生就把老师打死 你让他一个人打 绝对不会的 他一大群人都打 生生打死 因为就没有证据 是谁干的事 而且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 第一 他到这个时候 他想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逃脱法律制裁 他第一件事情就想 这是一个群体行为 如果我不去伸这一拳 那些人会打我 全是吓着打的 这是一种心理 就是说 如果我不干这件事 我就成了 他们打击的对象 那就是说 要求一个 你要画出分野 这是我们经常 我觉得他讲这个 的确是有道理 当时 有道理 咱们广告之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其实电视 自然是最刺激眼球的 镜头 它就深向那 最直观 你知道最近 就很多大陆游 在台湾应该多开放 很多大陆游客去 我就前一天 看一个调查 说人台湾这旅游 也多好 说零投诉 零就没有投诉 这个蛮意外 很多大陆游客到台湾 说台湾人真好 说因为看电视 看以为台湾要打起来了 你知道吗 红山军的 那个印象 种族群撕裂 觉得搞运动的 可是实际上 这也是我的感觉 一去 你到哪吃饭 它这个服务业 旅游业 哎呦 它还有一切 这个蛮到位的 如常 泰国也是一样 我们回头看泰国 这段时间以来 从这个帕塔亚 一直闹到曼谷 但是总 就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这真的是一种 街头暴力的话 这个伤亡会有多大 但现在目前为止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们其实听到 我老实说 我也是觉得很可惜 像当年的时候 黄山军 也的确给台湾的这些 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就是大家不敢来了 怕你误伤 怕你砸 或怕交通不方便 我根本哪里也去不了 所以这整体的运作 其实老实说 真的聚会的时候 就那一点点地方 而且它不会影响 如果说是有乐理性的话 它因为它知道你是游客 或者你不是我们一部分 它不会去干扰你的 所以像曼谷这个情形 也是我一直在做旅游节目 我就想电视节目 有的时候真的是更强势 它可以告诉你说 今天穿红的就是我们的人 可是你如果在广播上面说 今天穿红的 有桃红的 有紫红的 有粉红的 都来了 你根本不知道是谁 所以电视的印象 它直接刺激你的眼球 视觉的第一冲击力 特别是颜色 你的脑袋里就起了一个变化 对不对 我们也能想一件事 就是恰好是颜色 是人在记忆当中 第一个被带忘的 是吗 对 所以你做一个彩色的梦 醒来之后 你第一件事情 说不出来的是 这个梦是什么颜色了 然后你才会慢慢的 把情节忘了 是是是 我在回忆彩色梦的时候 就感觉同时 这个颜色在退 退过去 慢慢的去消退 但是它是彩色的吗 很多人没有做的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颜色最容易被过去 快来快走 快速变化 现在好像就是这么一个 快速变化的时代 谁知道